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南投厂说明会 日前在南投市公司的礼堂举行 由县府建设处科长张美红主持 委托顾问规划公司进行说明 张科长表示 国土计划法公布之后 南投县预计到109年4月30日要发布实施 县府陆续会在13乡镇市公司举行公厅会 我们在各个乡镇公所都会有长次 详细的我们可以看我们网站上的时间跟地方 预照法令规定109年的4月30日 南投县的国土计划要发布实施 所以国土计划法是在衔接一个区域计划法的规定 它也是要指导整个南投县的国土 包括都市计划国家公园 以及废都市土地的空间发展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将来南投的发展是比较重要的 在场遇会民众 也针对计划内容纷纷陈述意见 未来公告实施后 有关南投县地方的西部发展与建设都将以此为母法 因此草案公开展览是非常重要的 县议员赖燕雪呼吁民众如有不了解之处可上网浏览 最近南投县政府展开我们国土计划法的一个公展说明会 所以今天的公展会是草案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了解 国土计划法整个未来的规划是要能够保育我们的国土 同时也能够为我们农业用地的一个管理维护 还有我们一个空间规划的设计 包括城乡的一个发展 我想都是相当的重要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公展 也希望说乡亲有不懂的地方 能够透过我们县政府的网站 未来去搜寻去了解 然后透过这样子沟通 让我们的一个办法实施政策推动能够更顺利 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公开展览期间 民众有任何意见都可上国土计划专属网页浏览 亦提供未来审议参考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